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弥罗 元和 咱们今天呢 讲一讲关于皇帝内经里面的藏斧知识 那我们说藏斧呢 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词 就是五藏六斧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但是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朋友们能不能说清楚 五藏是哪五藏 六斧是哪六斧 可能很多同学啊 都会把这些概念混淆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了解和学习 那我们先说五藏 五藏呢 是心 肝 脾 肺 肾 这是五藏 那六斧呢 就涉及到胆 胃 大肠 小肠 膀胱 还有三胶 那我们接下来详细的去挨个学习 我们的五藏的知识 因为在关于皇帝内经的学习上 关于养生的学习上 这都是非常重要和实用的一课 我们一定要了解它 我们来看五藏里面 心肝 脾 肺 肾 那谁最重要 或者说谁的功能最强大 那我们养生上养谁最关键呢 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五藏六斧哪个都很重要 但是皇帝内经里面 皇帝问了齐伯一个问题 就是十二藏斧贵贱使然 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概念 那到底谁最重要呢 好 那齐伯就给他把五藏六斧呢 把他们的功能都按照官位 职位给做了一个排列 所以我们就看谁官大官小 我们就知道谁的功能最厉害 所以谁排第一 那这个五藏六斧官位排行榜 谁排第一位 我们说是心 在皇帝内经里面讲 心者君主之官 好 这个君主啊 那我们说君主 也就是一个朝廷里面的皇帝了嘛 那是最大的 所以心是最厉害的 那我们首先养生要养心 站在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概念里面 我们也讲并游心生 所以心是五藏六斧之大主 心动则五藏六斧皆摇 所以我们只要这个心念一动 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火气一动 我们五藏六斧啊 都在波动之中 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皇帝龙颜大怒 那是不是百官都吓得瑟瑟发抖啊 所以这就是心是君主之官 我们也要养好这个心 那我们要想养好这个心 我们先来找到我们的心 那朋友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嘛 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心脏 心脏呢 站在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呢 它是可以这么找 也就是找我们的第四类间隙 好 那这个高度在哪里呢 很简单 就是两乳的中间点 那是在正中吗 还是在左 或者是右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说在左边 好 如果您真的在左边去找我们的心脏 可能就找偏了 那一般摸到的是我们的肺 所以我们说心到底在哪里呢 它在正中 那我们的心脏有多大呢 它一个拳头的大小 心脏在正中 但是偏左而已 所以你看 我们的心脏在收缩的时候 一般就拳头这么大 好 就这么大 我们给它当在两乳中间点 这个高度上 然后正中偏左一点点 左边有三分之二 右边有三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心脏 所以下次我们就会用心说话 我们用心发誓 我们要把手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呢 这是肺 那就不是一个位置了 所以好 我们的心脏找到了 那我们说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呢 在生理学上我们就会发现 心脏主血脉 这个血呢就是血液循环 所以它是循环系统 所以心脏的功能 如果出现了状况 循环系统就会出现状况 那这里除了血呢 还有脉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血脉呀 这个脉管呢 所以你看 这个脉管的压力出现状况 就呈现有高血压 低血压这类的问题 好 这也都属于心脑血管疾病 好 那这是解剖学上的心 所以这是黄帝内经里面 也讲到了它的这个功能 称它为心竹 血脉 但是呢 在中医上讲到的这个心呢 除了这个物质层面呢 还有它的精神层面 所以我们说 黄帝内经 其实最先讲到心的功能 是心主神明 所以不只是这个血脉呀 它还主了这个神 这个神是个什么层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精神的神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成语里面 经常会讲到叫做 心神不宁 六神无主 对不对 好 这个心神不宁 这是心主神的功能 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神慌啊 精神慌张 神不安 精神不安稳 这个对于中医来说 跟心有关系 所以在养生上叫养心安神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那这个心主神 下次再有心神不宁 我们知道要找谁了 要找心 好 那要调心经的穴位 所以在这个心经上 也就是我们心脏在这里 但是心脏呢 有延展在体外的经络 叫做守少阴心经 心经上呢 专门有一个养心安神的穴位 下次我们再心神不宁 心神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来揉这个穴位 它可以说是安神的总开关 叫做神门 你听这名字 神门 安神之门 下次再有这个心神不安 心神不宁 心慌或者是失眠 这一类的情况呢 都可以来揉神门穴 神门穴在哪呢 我们来找到它 它就在我们的手腕上 来我们看啊 大家把手伸出来 两个手都是一样的位置 我们伸出一只手来 就找这个手啊 小指这一侧 手掌根下面的凹陷处 小指这一侧 手掌根下面的凹陷处 哎 我们摸一摸 这里有一个窝 偏内侧的位置啊 有一个窝 好 就这样 拇指掐住它 轻轻地揉 养心安神 这就是神门穴 这个按揉的力度 一定要注意 所有的穴位点按 要注意穴位的感觉 是酸麻胀 微微痛 不要按得我们 哎呀特别痛 心经上的穴位 不要给它过度用力 就让它有些酸胀感就可以 好 这样呢 就一个很好的按摩的效果 按摩神门呢 是先左 后右 隔三到五分钟 我们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来揉一揉 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揉一揉 或者是心慌 心神不宁的时候揉一揉 但是心的经络 也有它值班当令的时段 那个就是午时 午时三刻 我们都知道以前干什么 那我们今天呢 午时要是养心 这个穴神门 就可以在午时抓紧揉起来 好 每天呢 可以在午睡之前 午休之前 那先左后右 各揉三到五分钟 这就是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叫心主神 那这个精神充足了 神足了 人才明朗 状态才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是心的一个重要功能 那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养这个神 今天我们很多人啊 就是对这个概念呢 不太清晰 那都会过度的去好神 这个神都消耗在哪里了呢 好 那我们首先要注意 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神 都会跟什么关联到一起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听说 有眼神 哎 我们确认过眼神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眼神 总在消耗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神啊 你看今天我们 大家总在不停的看手机 不停的看电脑屏幕 不停的去追剧 看电视 那这个不停看的过程中 就会好神 看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 哎呀 精神特别的疲乏 这就是消耗掉神了 所以老人说要闭目养神 那今天我们大家都要看手机 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掌握好度 那我们每一个小时之内 一定要闭目养神五分钟 这是非常关键的 好 那这就是第一 要眼神要保养好 第二呢就是精神 这个精神呢 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会有精神呢 我们就来看神 刚才我们说了 归心来主管 那这个精呢 精神的精归谁管呢 皇帝内经说 慎主精 心主神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有精神呢 得心 心气足 慎气足 并且心慎相交 这才是一个有精神的状态 所以怎么样能让心慎相交呢 其实用我们能理解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深睡眠 一个好的睡眠 所以朋友们 我们每天是不是都睡得很好啊 那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今天睡了一个好觉 早晨起来 人就是有精神的 但是如果没睡好呢 第二天人就没有精神 所以这个神 跟睡眠有关 跟我们自己的减少消耗和保养有关 这都是养心的重要层面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 好 这是皇帝内经里面 关于心的一点概念 我们要做一个了解 那么接下来再深入的去了解 好 那比方说 皇帝内经里面还告诉我们 怎么检测自己的心 好不好了呢 好 所以就从这么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呢叫做心齐滑在面 所以大家留意我们这个面 我们的脸 那我们的脸上是什么样的气色 大家每天都照镜子吧 照镜子我们每天会看自己什么呢 会看自己今天美不美 颜值怎么样 发型乱不乱 对不对 但其实皇帝内经告诉我们 人一定要学会照镜子 那照镜子一定要学会去观察自己的气色 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况 尤其是反映了心脏 因为这张脸心齐滑在面 心的精华就表现在我们的面上 所以当我们心脏功能弱的时候 血腥环功能弱的时候 脸上会表现出什么呢 首先没有光泽了 不够红润了 我们说心出血嘛 血腥环很旺盛的时候呢 血的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血腥环很旺盛 脸上一定是红润的 那如果是心血功能弱呢 心脏功能弱了 血腥环弱了 脸上就没有红润的光泽了 没有光泽 不够红润 表现出苍白暗黄 首先这可能是心脏的功能弱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呢 心主红 所以有五种颜色对应五脏 那所以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红色入心 黄色入皮 青色入肝 白色入肺 黑色入肾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 哎呀这个红色的特征 这个红大家要注意了啊 刚才我们说 哎不够红润了 心有问题 那如果过于红润了 也有问题 比方说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 叫做红光满面 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这个词啊 哎听起来还不错 好像是一个不好意思 但是其实啊 如果站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真的红光满面了 脸满脸通红 还发着 还很明显的 这种红彤彤的感觉 那要注意了 赶紧建议他去医院 要么是高血压 要么是心火太旺了 所以心主红色 当我们面部表现出过于红润 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光满面 满面通红的状态 那要留意可能是心火过旺 或者是高血压的情况了 好 所以在中医里面呢 有一个心经的位置里面呢 专门有一个清心火的穴位 好 我们经常去揉一揉这个穴位 就能降心火 那前提是我们现在得知道 自己怎么就心火旺了呢 你看 只是一个满面通红吗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症状 我们来看看自己 有谁是有心火这个问题的 心火呢 首先那我们出现满面通红之外呢 还要注意心开窍于舌 大家看自己的舌头 这个舌头吐出来以后呢 那个舌尖明显的鲜红 或者整个舌头都是明显的鲜红 像一个火苗 心开窍于舌呀 所以当舌头过于红 尤其是舌尖特别明显的鲜红的时候 一般代表心火 心经内热比较重 那这样的话呢 在脸上 心气滑在面嘛 在脸上表现出 面部颜色发红 或者是脑门长痘 很多年轻人特别爱在额头上长痘痘 好 尤其是最近精神压力一大一焦虑 或者是工作学习比较忙 那就在脑门上长痘痘 这种情况啊 我们讲脑门就属于上焦 上焦心肺 那就代表心肺火气旺了 跟心火有关系 好 这又是一点 口舌生疮 因为心开窍于蛇嘛 哎呀 舌头上长疮 那个但凡长过的同学都是懂的 哎呀 那个痛苦啊 真的是有苦难言 有饭吃不下 好 口舌生疮 再有呢 这个心火旺的人啊 因为心主神 心火旺了 人的神会亢奋 就表现出烦躁 哎呀 莫名其妙的烦躁 最近比较烦 看谁都烦 好 那就要注意了 这可能是自己的心火比较旺了 一直这么旺下去 就导致了失眠 所以烦躁失眠 这个一般都是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首先要给他按摩神门学 来养心安神助睡眠 但是同时呢 也要清理心火 好 那我们再来学习一个专门清理心火的学位 心火的学位在哪里呢 你看 我们刚才讲的心经 守哨音心经 整个心经的路线呢 是从我们的夜窝 夜窝的正中心 一直沿着手臂的内侧 好 走过来 走到小指的内侧 这就是我们的完整的心经路线 刚才我们说的神门 就是在这个路线的一个位置上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专门能清心火的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呢 它在守哨音心经上 那它又带 我们讲过学位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学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他们的名字往往透露了他们的作用 那我们看这个学位的名字叫什么 它叫少海 这就很有意思 海什么概念呢 是水 对不对 而且水特别的多 水多能怎么样呢 水能克火 所以听到那名字就知道 它是能去火的 而且它去火的力量特别强 因为它是海嘛 那这个少海是什么概念呢 守哨音心经 所以心经叫少阴心经 那所以它是少阴之海 所以它专清心火 那这个学位在哪里呢 其实也特别好找 我们就把我们的小臂啊 露出来 肘关节露出来 露出来以后 好 我们弯曲手臂 大家看啊 就在这那一侧 一定是那一侧啊 我们的大小臂 交接点 你看出现一个肘横纹 看到了吗 这个肘关节的横纹 就在这个肘横纹的尽头 你就找到它的尽头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少海穴 好 拇指按住 拇指按住 按住它以后呢 不是这么柔 这么柔效果不明显 我们需要把手臂打开 好 你拇指按在这里了 然后按压上力量以后呢 左右波动 左右波动 很多同学 可能这一波就有感觉了 哎呀 一股电马感 串向我们的手指尖 这就是心经 好 所以就这样 先左 后右 各波三到五分钟 少海学 专情心经的火器 下次再感觉自己 哎呀 烦躁了 最近比较烦 看谁都烦 那我们干脆 给自己点点学 点少海 好 烦躁失眠了 再加一个神门 这就完美了 所以我们学活力 黄帝内经不光要了解它的知识层面 我们还要知道它真的是一部 中国人的健康生活指导百科全书 我们一定要把它应用到生活层面 一定要能用起来 好 这是黄帝内经希望我们掌握的 所以我们又了解了一个学位 专门清心火 好 接下来我们再深入去看 刚才我们还说过 黄帝内经里面讲 有一种颜色对应的心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什么颜色对应心呢 红色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啊 红色入心 所以在养生上我们特别注意 养心要多吃一些红色的东西 但是红色的东西呢 在这个食物的层面还分成了一个补 一个蟹 所以我们心心血不足了 你想脸色不够红润了 苍白了 暗淡了 这是心血不足了 因为心主血嘛 心血不足我们就要补心血 补心血呢 用红色的东西就有很多可以补心血的 比方说枣 比方说枣 比方说枸杞 比方说桂圆肉 这三样东西结合到一起就叫三红补血茶 我们可以用各三克或者各五克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五克上火就换成各三克 那这样来泡水喝 这就是一个养心补血下午茶 好 这是红色补心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泄 什么情况需要泄呢 虚则补之 食则泄之 好多人食 食就指的过剩了 比方说心火忘了 刚才我们说哎呀那个烦躁啊 那个失眠啊 那个口舌生疮啊 那个脑门长痘啊 这些都是食 都是心火忘了 我们要给它泄 红色的里面能泄心火的也有很多 比方说西瓜 大家吃的西瓜是不是红色的呀 这个东西非常的去心火 它是寒凉的 败火的 但是好多女士会面临一个问题 西瓜这个东西很败火的 它很凉 很凉的很多女生本身手叫冰凉 这就是寒呀 有寒的人就不能再吃寒凉的东西了 那要少吃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相对平和一点的红色的食物 这个东西就很靠谱 叫做赤小豆 也有我们说红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红豆是红豆 赤小豆是赤小豆 其实还不是完全的一个概念 大家去超市买 我们会发现红豆有很多种 红豆啊 什么大红豆啊 什么红小豆啊 那一定要搞清楚了 我们用的清新火的 是赤小豆这个品类 就那种尖尖粒很小粒的那种 好 每次拿赤小豆 一两来煮水喝 那煮开再煮20分钟 这个过程中就很好 一定要注意啊 掌握好这个时间和火候 好多同学夏天是一定喜欢喝一天 喝一点豆汤的 比方说喝绿豆汤啊 喝红豆汤 那他们都很喜欢把这个红豆绿豆啊 煮的时间很久 把它煮成沙 哎 绿豆沙 那有时候哎呀 口感特别好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 这样的话呢 清热拜火的效果弱了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去学习中药学 我们就会发现 所有的药物里面 草药里面 那补的东西呢 可以久煮 但是清泻的东西不能久煮 否则要劲就过了 所以我们在煮赤小豆 它属于细业的嘛 那我们就给它煮开 再煮20分钟 煮开再煮20分钟 这个阶段呢 你会发现豆子呀 可能还没有开花 或者也就刚刚软一点 或者还是硬着呢 好 这个过程中 这个汤就是很好的清热 去湿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当饮料来喝 因为赤小豆呢 它偏凉 还没有那么寒 所以呢 好 它比西瓜呢 它的寒性要弱 所以我们要想清新火 就可以用赤豆汤 如果火气特别大 好 那火气特别大 还有其他的上火症状 那没关系 我们再给它加个黄金搭档 那就是绿豆 绿豆赤小豆 各一两来煮水喝 煮开再煮20分钟 好 好 那好多同学又会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豆子 那我们又硬的又吃不了 只能喝汤 豆子就扔了吗 怪可惜的 没有关系 我们第一锅喝汤 我们可以再煮一锅 再煮一锅 可以把它煮来 就不浪费了 好 大家掌握这个原则 这就是我们红色入心 好 接下来 食物还分成味道 这个味道呢 有五味杂陈 好 大家不知道 对于味道有什么概念 我们一般能讲起来的味道 或者大家喜欢什么口味呢 是不是有喜欢吃甜的 有喜欢吃辣的 有喜欢吃酸的 对吧 酸甜苦辣咸 五种味道也是对应五个内脏的 所以我们就从味道上来对于内脏的调养上 我们会发现 酸入肝 苦入心 甜入脾 辣入肺 咸入肾 那我们什么入心 苦入心 所以这个苦的东西啊 那我们就要注意 可以适当的去吃一点苦 吃苦的目的是什么 苦的东西一般都含 一般都有去湿的作用 一般都有泄的作用 所以你看 它适用于心火旺 所以如果我们心火旺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吃一点苦味 比方说最近口舌长疮了 烦到失眠了 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点个苦瓜吧 凉拌苦瓜呀 炒苦瓜呀 都可以 我们就要会点了 但是如果心火不是很旺的时候呢 那要少吃它 因为苦的东西啊 偏寒凉 好 但是如果我们在专业的去学习 会发现 苦这个东西也不只是都是寒的 苦这个东西有苦寒有苦温 比方说尘皮也是苦的 但是它性质偏温 那如果手脚冰凉的人 你就可以常拿尘皮来泡水喝 它是可以 贱脾去湿的 好 它就不是很凉 所以这个苦是可以的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黄历内经》里面 关于心的各种保养知识 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黄历内经》里面 关于心的知识层面 这个内容层面 我们还要了解《黄历内经》对于 这个养心的指导层面 这里面是有很深入的指导的 比方说用经过来调节 比方说用穴位来调节 用饮食来调节 那最后我们再学习一个养心的动作 我们会发现 其实夏天上人很多人午休睡觉的时候 会有一个本能的小动作 可能我们平时都没有留意 但是一想想 可能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经常喜欢这样去午休 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这样双手一搭 搭在我们的后颈部 就这样躺下来 很惬意很舒服 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午休的时候 或者我们晚上有的时候睡觉都喜欢这样 好 其实站在经络学的角度 我们会发现 这就是心火旺本能的一种打开散热的方式 因为心经走腋下 所以我们看心的经络 刚才我们讲过 就从腋下发出来 走手臂的内侧 所以你看当我们夏天 经常采取这个姿势的时候 刚好打开夜窝 是心经的内热可以向外宣散 然后手臂向两侧打开 这样内侧的位置有拉伸感 这里就是我们的心经 所以但凡我们再心火旺了 我们就练这个小动作 这个小动作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就叫做舒心事 就是双手食指一交叉 轻轻的向后 扶住我们的头颈部 好 肘关节向两侧打开 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话就没有效果 肘关节向前就没有效果 肘关节一定要向两侧打开 基本上打到耳朵的后面的位置 好 这样的话呢 你看夜窝打开 心经得到充分的伸展 那我们可以这样 站着练 坐着练 或者躺着 都可以来练习这个体式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样不过瘾 或者力度不够 我们就做一下加强 左舒心事 双手往左侧拉伸 面部向右侧转 这样又能锻炼我们的颈肩关节 又能拉伸心经 保持半分钟到一分钟 然后换到另一侧 同样的练习 双手往右侧拉伸 面部往左侧转 就这样的练习 每个动作保持半分钟到一分钟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书心事 记住了 所以我们说心者君主之官 这么重要的一个脏腑 我们这一定要养好 他是君主啊 养好他后面呢 可能整个脏腑都能得到 很好的一个管理和协调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五脏第一脏掌握新的知识 记住他就到这里 缘和